我想谈谈您自己当时在抗战时候的这个经历 就是您说您是抗战结束的时候您军校毕业 还没毕业 没有没有没有 军校是在抗战的第二年军校毕业 军校毕业抗战第二年军校毕业 那有没有投入过哪些 有 谈个人的朋友吗 好的好的 打了哪些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军校还没毕业 是 8月3日他们上海走上来 我们学校来想江西迁 最后想迁到这个四川去 我们因为 之前几个月毕业没有到市场 在武汉毕业了 武汉毕业是1938年元月20号 我们1938年我们同学毕业了 没有几个月好多人就正完了 我是个 可以说在不新的时代上是最幸运的人 我在十月 我去搜广州去了 广州搜搜搜的时候 我自己我也搜得上了 这个是 这个自己就不必搜得太多了 好用不 这个是搜搜搜很快就好了了 也没事了 1939年我们发动东西公司了 我们到安徽去发动公司公司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 我只是做小排长而已 抗战胜利 我抗战之后 我到处印军去 到印度去 我才当连长 所以您待过印度 在印度待过 待过 我在印度待了一年 您跟陈鸿泉将军也在印度那时候 有没有personally认识 哪一个 陈鸿泉 陈鸿泉他是空军的 对 他也在印度 他在印度去受训 当教官 他学飞行 学受训 他不是同学在印度 他是空军 我们是在空军 印度 比哈尔一个 专门一个军事基地 Ranga Ranga 当时我们有两个师 三个炮兵团 一个工兵 这我全部是美军装备 全部是美军和我们一起训练的 这个是 真正的 八年抗争的 美军 对 我们陆军的美军 主要就是中印军 另外当时空军 他是老大人 对 所以真正的 陆军本来要远助我们 几十个圣装备抗战 一支圣经军 就不能投降了 所以根本没来 真正的 我们陆军 我们八年抗争的 手术 美军 这个数目来说 空马 即将苏联的 英国的 百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 我们实际上 收的 美元 是很少 但是我们 牵制了一百万 日本的军队 我们的 抗二 美国的 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是贡献很大的 这是中国 中国战场最大的公里 牵制住这个军 对对对 我们的战场 我告诉你 东西三千公里 南北五千公里 我们这个战线差不多一万公里 海底后的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人员的伤亡啊 有两千万人 军队同老百姓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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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的面积了 有五百万平凡公里 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是 重现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一个战场 说是一个战争 你五百万平凡公里的 都切 是 亚非战争 我们中国人 几个人知道 亚非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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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知道 包括中国战争 二战当中伤亡最惨重的 我们当时 现在根据同志 比苏联要少一点 仅次于是连北 刚才那种 这个数字 但是如果除掉苏联来说 我们是牺牲最大 刚才我讲的 我讲过 我们牺牲了两百多 两百多 两百多 我们两个集团军中 十列八个军长 二十个师长 英国呢 法国呢 这个美国呢 很少有师长 一上伤亡 那 郝前一长 回想一下 1945年 抗战胜利的那一年 中国打了这么艰苦的八年 终于 终于打赢了 胜利了 您当时看到中国在庆祝的那个场面 是什么样 给我们回忆一下 对 抗战胜利我在重庆 我在陆军大学当学生 我后来走印度回来进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是我们专门研究 就是国家战略 这个战略战略的一个 在军园一样 就是一个 都博士学位的 当然 我们并没有博士学位了 抗战胜利的时候 我在重庆 所以 我们的抗战胜利这个 那当然是环性骨了 那些 那些 所有的 信号弹 所有的炮出来都放荒了 那么 那个委员长 这个 广播 以及保怨的时候 他出来 重新再上去 我也站在里面 我也站在里面 看到了 但那时候 我也是个 小卢伯特 大家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 整个中华民族 那个欢欣鼓舞 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打了这么艰苦的 当然 当时我们觉得很 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是四枪子 那时候 没有五枪啊 法国人是最后把他 投进来的 法国打仗了 他投降过来 根本 不能算个战胜过来 老百姓上都乐疯了吧 所以 真正的是 打到你的 是我们 英 美 中 中英 苏联和 苏联打的不是投机 他选择了一天 都不能投降 那还是 这当然是 这都是 每一个人说他的错误 说 摇二代没有 当然是 蒋维呢 也是 在他讲这些 一生中 很大的一个错误 他接受了摇二代没有 所以 所以 这是 这是 中国的 中国以后的不幸 开始的 这个重要的原因 这些当年 我们 都 现在 当时投降那一年 蒋公在他的日记上 他的心情是什么 打了这么 一直坚持到底 绝不投降 您死不投降 打了八年之后 终于日本投降 他那一天 对 他的心情 他是高兴 但是他 内有很多 内有到最终的中共问题了 所以 抗战期间 虽然是抗战 全面抗这个 这个 反抗战的 抗战阵营里面 一个王建卫投降 一个国公的谋擦 这是给他很大的痛苦 很大的煎熬 但是我们既然抗战 我们不能说是 一面抗战 一面来搅攻 不能 不可以这样 所以对共产党 都是尽量的 忍耐 退了 最后等于什么 皇后办案 交给中共 就等于说是 胜利的那一天 他其实 高兴 所以胜利 当然是高兴 同时他就说 胜利以后 我们说的困难 我们半年战争的 残破恢复 中共的问题怎么解决 他非常的 他可以说 没有像我们一般 这么 坏性国务的 这个 他 他因为他知道这个 未来趋势的隐忧 包括那时候 苏联苏联都进入新疆啊 苏联进入新疆的时候 我们的重点 包括人看不到 因为这消息都说 怕影响民生士气 苏联那时候 江苏联的朋友 实际上是 他支持的东托尔基斯坦 支持维吾尔的独立 在新疆搞江托尔 这个腐败的现象啊 知道 所以 他 抗战胜利 虽然是高兴的一下 但是 接到来他说 面临难期 他会是忧患很深 好吗 好吗